就是在過去香港開埠以來 其實很多人都是由中國走下來的 你無論是土地改革那時被殘殺的很多所謂的地主 然後三反五反大明大方 然後三面紅旗裡面大躍進 人民公社諸如此類 然後再跟著沒有停過就去了文革 所以很多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 其實他們都是透過這一段時間來到香港的 就好像我用的比喻 就好像一個小鳥 從鳥籠當中飛了出來 我經常跟加拿大人去解釋 為什麼今天香港人的抗爭 是會這麼堅毅去做呢 其實有一個原因就是 你試一下把那隻小鳥 從鳥籠當中釋放出來 然後你試一下把一個鳥籠再放在他面前 要他進回去 這隻小鳥的反應會是怎麼樣呢 當他已經試過能夠Google 能夠知道自己 就是在中國以前的很多 很多共產黨所講的東西是錯的 是假的 他能夠去在自由的空氣 自由的天空來那裡去飛翔過的時候 你要他再回進去 那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我想我們 就是加拿大其實都有留意到這一切的東西 我也都會嘗試去繼續不斷去說 那我順帶一提呢 其實剛剛香港經歷過這個民主派的初選 我嘗試去提給加拿大人的一個表達到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很為了香港的朋友 感到很驕傲的 我不能夠說 絕對不能夠 不能夠以香港人的背景來為榮 因為我不配做這件事 我自己本身都沒有為了你們做任何的事 但是我沒有辦法想像到 在2019年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之後 在DQ的過程的陰影底下 在國安法的這個刀 是航在你的頸身邊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COVID-19 這個新冠狀病毒肺炎 很多的限聚令底下 你們仍然堅定地 也都很determined 英文叫做 就是很決定 一定要來實行這件事 這個情操 對我們已經在享受民主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之 我真的很佩服你們 香港人其實不要說 加拿大人可以教你們什麼 絕對不是 甚至到可能因為你們是沒有自由 你們是沒有這個自由的空氣 民主的土壤 因為這樣的緣故 你更加願意去爭取 對很多我們加拿大人來說 我們的市選 我們的省選 聯邦選舉 投票率很多時候都是偏向低的 所以給了我很多啟示 我會鼓勵大家繼續去爭取 用和平理性非暴律的方式 我想全世界的人其實都在背後看著你們 支持你們的 對 感谢观看